哈喽小龙叔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妆容叫做多巴安装 我们来挑战一下吧 我已经打好底了 然后就是想在这张脸上再添一些颜色 其实我很久以前买的两个眼影盘 一直没用过 因为那个时候都不知道多巴安装是啥 最近买了一套刷子 这套刷子出差带着还真是挺方便的 蛮好用的 给眼皮子打个底吧 MAC的一个眼影盘 我应该以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哈 拿一个浅色大底吧 好先大面积的扫一下 我其实没有特别的去学这个多巴安装是怎么画 我觉得自己怎么开心怎么画 这个蓝色 哇 好上色呀 我准备给后半只眼睛化成蓝色 前半只眼睛化成紫色 我觉得化妆就跟做菜一样 随便你怎么放调料 最后它总能成一盘菜 怎么还会用手方便呢 给后半段运开 好前半段我们用这个紫色来画 别说还真有点那个意思 和这个蓝色混合过度一下 哇好美人鱼啊 然后我们下眼影用这个粉色画吧 不知道能不能上色 那个年代流行的音乐是什么呀 我们不用眼线笔了 我们直接用这个眼影当眼线笔来画 用一个这样的刷头 然后沾这个深蓝色的眼影 在眼尾这个地方填一点 眼头照画一点 哇 这边也一样 眼头照也画一点 弹幕不会在骂人吧 这个是橘朵的高光对吗 这个颜色打高光 眼妆画完了 我们现在来画腮红 我用的是这个Dior的腮红 这个腮红最近画了都被夸 说好看 就是稍微一打就上色了 就是尽量贴着眼睛这个位置打 很上色这个颜色 我觉得平时喜欢画这种 比较元气的妆的女神可以用一个 这个是一只比较橘一点颜色的口 整个妆容我们就完成了 然后现在想要吃一下头发 在机场的时候 很多朋友会问我头发是怎么编的 先把头发分成两边吧 去一小鼓 然后从中间掏一个小洞出来 然后便掏出来 往里面紧一下 扯出来一点 让头发比较蓬松 这个发型我是不是以前跌过呀 再冲着 翻一下 翻出来了 再往里面紧一下 后面的呢 我就会把它编起来 然后再 给它揪成一个小揪 它一边就完成了 你觉得需要调整的地方 就拿卡固定了一下 同样的手法来完成另一边 其实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那种小发抓 往两边一抓 它就会有这种 拱起来的弧度了 边头发并不是每次都能稳定发挥的 然后我们再带一对可爱的樱桃耳环 其实这个耳环有点坏掉了 但是拍视频还是可以稍微用一下 好 如果你对这个发型不是很满意的话 我可以带一件帽子 把发型遮住 今天就做办案了呢 我就说了 不管过程如何 结果一定是好的 只要去做就好了 哦对 还可以教大家一个拍照的万能姿势 如果你不是很会拍照的话 你就这样头先这样低着 手捧着 然后笑 这个是一个女生拍照的万能姿势 就是当别人说我要给你拍张照 然后你说啊怎么拍照 立刻 非常棒 好啦 拜拜